各位主人兄弟姐妹大家好 這個主人我們慶祝常年期第27主人 有一位男士他平時很喜歡吃宵夜 所以就很晚回家冷落了太太 太太去到最後就發一個最後的通牒 如果你在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們離婚 有一天這位男士他收到通知 他升職加薪所以很開心 晚上又一如以往跟他的同事一起去慶祝 很晚回到家 翌日一早起床的時候 在家裡的餐桌上看到一張字條寫著 過幾天請你去律師樓 我們辦一些離婚的手續 這位男士不以為然 就回到他的爸爸媽媽吃飯 以為太太是一時意氣用事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爸爸媽媽很開心 看到兒子很久都沒有回來家吃飯 所以爸爸出外 準備一頓很豐富的晚餐給兒子吃 當兒子和媽媽在家聊天的時候 然後就收到電話叮叮叮叮叮叮 媽媽就拿起電話 爸爸說 哎呀老婆我剛剛經過七十一 你是不是還沒交電費 要不要我立即去處理 太太說我昨天已經交了 不用擔心了 過了兩三分鐘之後 電話又響了叮叮叮叮 哎呀老婆我剛剛經過街市 有一條很漂亮的黃花魚 我們不如今晚拿來做菜 太太說 好啦買一條黃花魚 我們一起吃吧 兒子就開始有些 覺得很煩厭 就問媽媽媽 媽媽 爸爸是不是有腦退化 為什麼經常打電話來家 這麼芝麻綠豆的事 都打電話回來呢 媽媽趁機就跟兒子說 你爸爸不是腦退化 是有心 家是要有愛的 你賺這麼多錢 沒有用的 因為如果那個家庭 不是以愛心去建立 你賺多多都於是無苦的 今天我們聽到馬爾谷的福音 二人成為一體 我相信我們這個社會 婚姻觀一方面就兩極化 越來越樂觀 以為兩個人的婚期 以為結了婚 我愛對方就沒事了 或者太過悲觀 覺得婚姻只是一張紙 婚姻是戀愛的墳墓 那倒不如是這樣 我們不如同居 我相信現在在外面的社會 很多人都是同居的 在婚姻我們面對這麼大的挑戰的時候 有三個建議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我們真是要去溝通 今天的福音 耶穌教會我們要去愛 這份的愛不是單止說說說說 或者表面 而是真是有一份的責任 有一種的承擔 所以很希望在這個福音當中 我們真是學會互相去接納 好像十字架上面的耶穌 去到最後他將自己完全去犧牲 第二就是我們要多些祈禱 我很建議在家裡我們有一個祈禱的地方 放一個苦象 一本聖經 我們整個家庭一起去祈禱 在祈禱當中我們有更多的力量 第三我們就要學會相親相愛 我們的確是有很多的缺點 不過我們要記得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是說很大的問題不是即時來到的 而是逐點逐點的 為什麼我們不早些解決呢 預防呢 所以很希望我們在耶穌的愛裡 二人成為一體 天主保佑 天主保佑 天主也要不早些 天主 敵